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20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微播 我是Jennifer 京东集团总裁刘强东涉嫌强奸案 是否走司法庭程序即将定义前夕 涉案受害人的律师爆料受害人士富二代 以及优秀钢琴师身份 刘强东在美国的律师19日 也对受害女子的说法提出异议 她表示该女生版本的事件说明 充满了未经证实的信息 而这些信息很明显是有目的 梅尼苏拿州横内平均检察官办公室 至今仍在权衡是否起诉刘强东强暴罪 检察官的决定将可能为激动集团 带来全球性的冲击 如果明州检察官起诉刘强东 将会引发一场混乱的法律斗争 首先中国与美国没有引渡条约 这可能使当局很难将刘强东带到明州受审 此外美中关系正处在微妙时刻 到时刘强是否提供都可能引来关注与批评 目前美国正忙着处理华为 孟晚舟的情况 川普政府又有人事变动 川普20日再度透过推特宣布重大人事 他发推特宣布 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在2019年2月底退休 川普表示马蒂斯将军任职两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特别是购入了很多新的飞行武器 马蒂斯将军对我帮助很大 争取了盟友 让别的国家负了他们应付的军事责任 一个新的国防部长很快就会被任命 我非常感谢马蒂斯的贡献 川普10月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 马蒂斯有点像民主党人 并指马蒂斯可能辞职 美国司法部周四宣布 对两名受雇于中国政府的中国公民提起诉讼 罪名包括电脑入侵 电信诈骗和身份盗窃 他们最高将面临27年监禁 美国司法部的公告显示 被告朱华和张世龙 是中国黑客组织高级长期威胁时的成员 该组织在网络安全社区中 也被称为红色阿波罗和石熊猫 两名被告在天津华银海太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工作 并与中国国安部天津国安厅合作 检方起诉说 朱华和张世龙从2006年开始盗窃技术 从2014年开始从托管服务提供商处 盗窃和知识产权其他机密信息 MSP是受人委托存储处理和保护商业数据的公司 文件称 该组织涉嫌从至少45家美国科技公司和政府机构 盗窃信息 目标机构包含美国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 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喷气推进实验室 除了美国 至少其他11个国家的公司也遭到APT-10的入侵 这包括巴西、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印度、日本、瑞典、瑞士、阿联酋和英国 受害公司的行业涉及金融、电信、制造、医疗保健等 在美国司法部召开记者会的同时 美国的一些盟国也发表声明对中国的黑客行为表示谴责 英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称 这一行动表明中国一些政府机构 没有遵守中国在2015年双边协议中直接对英国做出的承诺 日媒《信使报》12月20日从华为离职的日本员工 就华为内部的公司制度进行了报道 报道称华为其实能称得上是标准的剥削员工的黑心企业 报道称华为其创始人任正非是军人出生 对企业的要求也像军队一样 新职员先要进入华为大学接受狼性教育 他提到与其他竞争对手间的关系是敌我关系 要与他们进行生死存亡之战 这是华为的企业文化 华为的工作人员会被要求自愿签一份契约书 其内容是放弃取得休息和加班费的权利 华为员工每周工作6天从9点到21点 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曾刊文称 在华为工作像是打仗一样紧张 任正非也像鼓舞战士一样喊出口号 为了不输大家要奋斗到死 据悉当时职员们都配有型军坦 除了睡觉其他时间一直工作 据美国之音报道 一名在宾夕法尼亚离海大学就读的中国国际学生 周四被控谋杀未遂 现年22岁的杨宇康是化学系学生 他被控使用铺和其他化学品 在今年春天的几个月中缓慢给他的室友下毒 目前他的学生签证已经被吊销 杨宇康下毒的对象是他的室友朱万罗耶 罗耶在出现悬晕发抖和呕吐症状后 他的血液检测含有驼 此前杨宇康已经被控在他的寝室门上 进行具有种族歧视含义的涂鸦 罗耶是一名非洲裔美国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微播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